第十二届亚洲议会联盟的理事会 经过两天的讨论在八月一日圆满闭幕 高免共和国总统龙洛在总统府接见了各国的议会代表 中俄民国代表团团长刘阔才 曾代表亚洲议会联盟的各国会员 向龙洛总统致意并且致辞说 前期亚洲议会联盟的代表们一致通过 亚洲各国应更努力地连接在一起 并且资源高免共和国反抗共匪暴政的侵略